现在来到大运食堂的一家人 都是名人 父亲是台湾心脏科最早的权威 也是前卫生署长 母亲则是台湾第一位的外科女医师 也是整形权威 儿子呢 这是台湾最年轻的电信公司总经理 他11岁就会写程式 哇 这一家人 他们在餐厅一起 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父亲在家里 穿的这个 这个衣裤都是破的 钱可能都拿去帮病人 垫那个医药费 因为他一直都是个工 我国三的时候打棒球 就直接扎到我的脸 然后我的鼻子就断掉 鼻子整个凹进去了 真的会被他吓死 整个鼻子都不见了 只剩下一个鼻头 最后来就请他爸爸过来 那他爸爸做麻醉 我把他的鼻骨再敲起来 像他到台阁大上班 他是从这个徐旭东先生跟他讲的 那是竞争者 对 他有一天突然叫我说 你儿子就做了那个 我说我不知道 你真的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那个兄弟姐妹都很怕我 我是很凶的 我爸一直跟我讲 笑是要大笑 对这个社会有贡献 对国家有贡献 我就继承了我爸这个价值观 所以我妈就觉得我们俩很无聊 就是每天都在讲什么 对国家社会有贡献 对国家社会有贡献 然后自己穿着破衣服 然后没有薪水 每天在那边 就是他觉得我们俩蛮白痴的 我跟我儿子 他对我很好 他让我知道说 我任何时候我如果找他 他都会立刻回答我 你们两位有这样一位儿子 其实应该是骄傲吧 对吧 对 因为他是我的儿子 在大元食堂 不止有好菜 更有好故事